一大早 基隆火車站外大排長龍 樓梯上也都全站滿了人 甚至都站到了人行道上 全是為了帶孩子來打疫苗 大概幾點 兩點多 這診所已經預約不到 三個都排了 你看 不是可能 已經預約不到診所打疫苗 所以才摸黑半夜就來排隊 就為了讓孩子能夠接種兒童疫苗 基隆市政府二十九號 在火車站開設集中施打站 提供五到十一歲兒童施打 BNT兒童疫苗 一天分上下午 兩個梯次各提供五百劑兒童疫苗 不過早上的名額優先提供 給涉及基隆的兒童 下午則不限戶籍地都可以來施打 考慮到有一些家長 其實在明天上班之後 可能沒有時間預約 或者帶著小朋友到醫療院所打 所以今天早上我們特別 有開放了五百劑 針對我們基隆市涉及的小朋友 來進行疫苗的施打 屏東火車站外 同樣人潮滿滿 還有民眾等累了 直接席地而坐 屏東縣府二十七號開始 開設BNT兒童疫苗 隨到誰打 就怕打不到疫苗家長帶小孩全台各地找疫苗打 新政院長蘇貞昌出面信心喊話 請民眾放心一定打得到 利用假日各地縣市政府加開疫苗接種站 讓家長趕緊帶孩子來施打 面對疫苗擴散不再擔心受怕 近新聞綜合報導 病人多用 minds 李宗盛 履東縣 濱